这场感恩音乐会聚集了许多爱好歌唱的民众前来聆听 哼哈哈音乐文教推广协会理事长张赫赫表示 这场音乐会目的让每个人都有展现自己的舞台 是从三岁小孩到九十九岁人瑞都欢迎参加 这个感恩音乐会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我们哼哈哈的大型成果展 那我们今天呢所有的课程里面不分年龄国籍三岁以上的小朋友 到九十九岁以上的人类哼哈哈都非常的欢迎 那今天呢办理这么棒的音乐会 其实最主要最主要的目的是希望所有的朋友 如果当你有忧郁当你有遭遇 你没有办法说出口的话 你可以借由音乐借由歌声把它唱出来 新议员罗美玲在活动中亲自表演一首南海姑娘 由新著名歌唱班的朋友们办舞 她说每位新著名借由唱歌学习台语及国语 帮助他们很快融入台湾的社会 张老师他对新著名这个区块也非常的这个用心 所以赫赫老师呢跟美玲这边有一个合作 我们这里有一个新著名的歌唱班 我们利用唱歌来学习台语也学习那个国语 说让姐妹可以很快的融入这个台湾的这个社会 那对这个区块美玲真的是非常感谢我们的张和老师 那今天的这个演唱呢非常的成功 也吸引了很多好朋友来听音乐 那希望有喜欢音乐的好朋友呢 都可以跟张老师来学习 那有机会的话呢 也可以到舞台上表现大家的长才 张维华议员肯定张老师十年来不断办理音乐会 帮助很多人从音乐里走出忧郁 那也是希望能够借由唱歌的方式 来把这个治疗跟这些公益推广出去 所以他现在中华民国的这个哼哈哈的这个协会 现在又推广一个这个南投县的这个乐龄生活推广协会 主要就是因为他要在南投县落地生根 能够推广到我们所有的每一个乡镇 来做治疗 来做推广 来做老人的照顾 现场传出的歌声悦耳动听 有小孩子也有大人的表演 期盼借由以歌会友的态度来培养乐观的人生 记者王水仙南投采访报道